纵观莱特 怀顿两郡 领地人口过万的就只有哈德逊一家 本来就够招人嫉妒的 现在又搞出了这么大动静 那就更拉仇恨了 若非大家前不久刚被皮尔斯伯爵敲打过 余波上尉过去 搞不好他们都要出来拦路打劫 不过这种事情 也只有暗地里想想而已 有能力抢劫这支队伍的贵族 一共也那么几家 除非是联合行动 单独任何一家过来 都得先要三思而后行 不是抢劫能不能成功的问题 关键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没几个能够承担得起 更不用说还要担心事后报复 理论上来说 最佳的薅羊毛方法是设卡提高过路税 光明正大的分一杯羹 本土贵族迫于人情 不能这么干 北地贵族不需要给神功骑士面子 可惜他们要担心引火烧身 经济制裁的风波才刚刚过去 尝试过厉害的一众北地贵族 没有人想来第二次 谁要是开了坏头 引得周边的邻居们跟着血样 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自己 最惨的是过路税没收到 反被人给胖揍上一顿 那才是人生悲剧 毕竟 在亚斯兰特大陆收税一直都是强者的专利 一直都只有弱者向强者缴税 从没有颠倒过来的 尤其是想要贵族们的税 先决条件就是拳头比他们的硬 否则 根本就不可能收起来 尽管哈德逊的后勤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充分 队伍一路磨磨蹭蹭地抵达领地 还是出现了两位数的减员 这才四百里地 真不敢想象那些没有任何后勤保障辗转几千里的大移民 究竟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按照雇佣兵世界的规矩 哈德逊爽快地支付了佣金和严实费 送走了一众恋恋不舍的骑士 人多了是多 虽然哈德逊提前做了准备 早早安排手下搭建房屋 怎奈人数大大超出事先的预料 最后只能让农奴们先凑合着住 居住只是小问题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农奴 在这方面的要求 从来都没有高过 只要房屋遮风挡雨 空间拥挤一点点也不算啥 何况困难只是暂时的 慷慨的哈德逊老爷 从不吝啬给大家划地建房 粮食有储备 这波还带过来了不少 暂时不需要操心 锅碗瓢盆 自家就能够生产 从来都没缺过 柴新山里有的是 光枯黄的落叶都能够凑合些日子 农奴们只需自己动手就能够解决 物资上的困难 基本上不存在 真正麻烦的是人口增长 带来的管理难题 没有丝毫犹豫 哈德逊直接引入了原始的保甲制度 编组以户为单位 设户长 实户为甲 设甲长 实甲未保 设保长 在网上 那就只能领主府直接进行管辖了 这不是放不放权的问题 实在是农奴中人才匮乏 能够管理好一百户的人才 在农奴中都是凤毛麟角 在给他们夹担子 非得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不可 反正整个领地 一共也就那么三千多户 对接三十多名保长 领主府的管理压力已经大幅度减轻 联保联座制度 毫无疑问也跟着学了过来 每户发给一块木制印牌 上面写明本户钉口 从业状况 户内有人外出 或者有客来访都要著名行踪 向甲长 保长进行报备 如有可疑之人立即上报领主府 各户之间联名作保 一家犯罪 没有及时进行举报 那么其他各户一律连坐 共同承受惩罚 封建的实在是不能再封建 妥妥的封建体系巅峰制度 不过哈德逊已经顾不上考虑那么多 甭管制度是好是坏 有制度总比没有的要强 看农奴们的表现就知道 对这套苛责的制度 并没有太多的抗拒 主要是对农奴而言 其中的大部分约束条件 实际上都约等于零 除非是领主征兆 否则大部分人从出生到死亡 都不会离开领地 所有的交际圈子 社会关系也是局限在领地之中 放眼望去 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 相互之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大家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 就让他们鄙视不安分的存在 如果不是领地人口来源太过复杂 哈德逊都不会搞出这套保甲制度 非是制度不好 而是真心不需要搞这么复杂 在封闭式的领地经济模式下 只要领主能够让大家勉强吃饱饭 领地的秩序就有了保障 固化的社会阶级 长期的奴化教育 扼杀了农奴们思想上的发展 当人一旦习惯了身边的一切 就很难再从自己的认知中走出来 一心搞建设的哈德逊 自然没有功夫玩什么思想革命 改变世界 那么伟大的事情 还是等站在世界之巅再去考虑 同样的一件事 由不同的人来干 收获的结果也不一样 大佬发起的社会革新 叫改变世界 小人物发起的社会革新 则只是单纯的作死 作为一名奋斗型领主 哈德逊所做的一切 都只有一个核心 增强领地的实力 提高自己在亚斯兰特大陆的生存能力 基于人口大幅度增长 前期制定的领地开发计划 再次被哈德逊推导重来 首先要保障的还是矿区生产 没有任何犹豫 率先补充了一千轻壮进去 以增加铁器的产量 一些领地的基础设施 也到了提上日程的时候 比如说 道路 领主府 水利工程 都得给考虑上 千头万序的事情一大堆 搞得哈德逊是头皮发麻 偏偏还没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可用 纵使哈德逊将好几家亲戚的管家都借了过来 也仅仅只是勉强保障了领地的正常运转 这些人的管理经验丰富 执行能力也凑合 唯独缺乏决策能力 领地重要的决策事务 还是全部压在了哈德逊自己头上 为了减少行政压力 哈德逊不得不削减工程数量 将暂时不怎么重要的城堡建设 无限期的延后 道路建设 也仅限于对矿区出山路段进行扩宽 至于其他区域的道路 主要以维护为主 水利工程 主要是修复平原地区的沟渠 大的水利设施项目一个也没有 主要是东南行省风调雨顺惯了 每年的降雨量足以满足农业生产 最起码依靠那条幻花溪 领地平原地区农作物的灌溉不成问题 至于丘陵地区 连土地都没有开发出来 谈灌溉还为时尚早 不过小土包上方挖一方池塘储水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这些都是未来需要完成的 眼下的任务还是先开荒 以现在的生产力 仅仅只是平原上的那几万亩土地 可养不活领地中的两万多人口 除了增加了一些养殖人员 专门负责照看牲口外 剩下的劳动力都被哈德逊一股脑地打发去了开荒 一座小山头已经不能满足哈德逊男爵的胃口 最起码得在春耕之前 开发出两座山头来 增加的牲口和劳动力 就是它实施开荒计划的底气 两万亩是最基本的目标 甭管新地的产量怎么样 都得先将地给开出来 对一座新开辟的领地来说 安定人心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开辟足够多的土地 收获足够多的粮食 只要粮仓之中堆满了粮食 民心自然就稳定了 当然 哈德逊这种外购的不算 农奴没有思想 那是受社会环境限制 但最基本的常识还是有的 买来的粮食终归有吃完的一天 矿山的收获在怎么丰厚 他们也感受不到 唯有自己亲手种植出来的粮食 最能够令大家心安 哪怕亩产量低点 只要总产量足够高 大家的安全感都会培养起来 只有做到人心安定 才是领地真正扎根的开始 这往往需要时间沉淀 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兽人帝国 笔蒙皇庭 飘落的雪花 为这座城池披上银桩 不过严寒并不能驱散人们的热情 此刻城中无数民众正张灯结彩 吸引伟大的笔蒙大帝 三百大寿诞臣 作为一名将兽人帝国带上巅峰 无论实力 还是声望 都吻压另外四位皇者的笔蒙大帝 此时的脸上却见不到一丝笑容 悲喜往往一瞬间 本该是庆祝的大好日子 笔蒙大帝再次迎来了人生中的丧子之痛 继承人 又又又又又死了 听起来有些像一场闹剧的话题 却是一而再 再而似的在笔蒙皇族中上演 熬死了四任皇太子 本来就已经够令笔蒙大帝悲伤的了 偏偏还赶在了这个大好的日子 传令下去 今天的庆典全部取消 给我那可怜的皇儿发丧 从颤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来 此刻的笔蒙大帝 内心是何等的崩溃 参加庆祝宴会的宾客们 也被突如其来的一幕搞得无所适从 喜事突然变成丧事 大家的情绪一时半会儿也调节不过来啊 没有办法 笔蒙大帝刚死了儿子 再怎么心态强大 也不可能在这个日子继续为自己庆受 在场的无数宾客对死去的笔蒙皇太子按骂不已 你压得不能喝酒 就少喝一点儿压 现在好了 倒霉蛋的笔蒙皇太子直接死了一了百了 可他们这些敬过酒的宾客怎么办 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亚根尔就不知道皇太子仁蔡尹大 但是和一个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讲道理 显然是不现实的 哪怕他是受人帝国最伟大的皇者 可是这一刻 他依旧只是一个失去儿子的父亲 遭受迁怒是必然的 没有当场发作出来 那都是比蒙大帝的内心足够强大 或许是类似的场面 前面经历过了三波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四回内心承受能力给锻炼了出来 强忍着悲痛 宣布给儿子发丧之后 悲愤的比蒙大帝抱着死去的皇太子直接转身离去 留下一众面面相去的宾客大眼瞪小眼 没有迟疑多久 反应过来的一众宾客 纷纷告辞离去 现在不开溜 后面能不能走的调 都是一个未知数 谁也不敢赌一个刚刚承受丧子之痛的三百岁老头 在接下来能够做出何等疯狂之事 万一这艘老头子 一时气不过 要拉着大家给他的倒霉蛋儿子殉葬 那可就悲剧了 出了宴会大厅 一众宾客纷纷爆发出了自己最大的潜力 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城门而去 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干了什么坏事 落得一个仓皇逃命的下场 作为当事人 他们已经顾不上解释 上尉皇太子发生意外 就在兽人帝国之中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无数不相干的倒霉蛋 都被牵连了进去 没有人想不这些家伙的后尘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另外四大皇族的代表 也在狂奔的队伍中 显然 大家都是聪明人 非常清楚命是自己的 尤且只有一条 不愿意留下来 独比蒙大帝是否能够在丧子之痛中保持理智 顾不上这些家伙的想法 抱着儿子的尸体 迈着沉重步伐前进的比蒙大帝 历经波折之后进入了一条地下密道之中 在密道两边长明灯的照耀下 墙上的壁画不断变化着图案 就仿若是活过来了一般 场面是格外的诡异 走在密道中的比蒙大帝 仿佛对这一切早已经习惯 置若罔闻地继续前进 步伐也变得越来越快 就连额头上的皱纹也渐渐消散了下去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一路走走停停 不断地敲击着机关 持续了大半个小时 才出了密道来到一座神秘的地宫之中 在宫殿之中 已经摆满了密密麻麻的棺材 其中又以正中央漂浮的五具玄关最为奇特 玄关正下方是一个刻画着无数线条的魔法阵 分裂五角星形排布 应该是一座神秘的五星芒阵 只见比蒙大帝将儿子的尸体 缓缓放入一座空置的玄关中 颇为伤感地说道 太瑞 不要怪为父心狠 让你死后灵魂也不得安宁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 我都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 只要你们能够活得长一些 熬死我这个老不死的父亲 就可以继承这个庞大的帝国 可惜你 还有你那几个不省心的兄长 个个都是短命鬼 都走在了为父的前面 既然你们如此不孝 让我一再承受丧子之痛 那么索性我就承受够 由你们来替我续命吧 现在就看你们的弟弟了 做父亲的我 同样也会给他一个机会 只要能够熬死我 他就是新的笔蒙皇 要是不堪造就 和你们这帮短命鬼一样 死在未父的前面 那么就是受神的意志 和该我逆转乾坤 夺得这突破圣域的大机缘 说话间 大殿之内的四座玄关纷纷散发出了无尽的怨气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内心的不甘 可惜这一切 对比蒙皇却是毫无影响 作为一名皇者 他的人生就不存在后悔 从带着他们的尸体进入秘宫开始 所谓的父子情分 就已经不复存在 仿佛是受到了感染 四周的棺材也跟着颤抖了起来 无尽的怨气不断散发出来 仿佛要将比蒙皇活活地吞噬 可惜这些怨气在接触到比蒙大帝之后 不仅没有能够对他造成伤害 反而被他吞入了腹中 在神秘魔法阵的作用下 这些被吞噬的怨气 渐渐被剥离了怨念 只剩下最纯粹的气流在比蒙大帝体内 渐渐转化为一股诡异的生机之力 剥离出来的怨念 并没有消失 而是落在了悬浮的五座棺材之内 隐约之间 还能够听到棺材内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 五官缺一 最后一份怨念似乎找不到寄托对象 最后又回到了比蒙大帝身上 原本恢复青春的比蒙大帝 在怨念的摧残下 再次回到了丰烛残年的状态 只是气色比之前好了很多 对眼前这一切变化 比蒙大帝似乎已经见怪不怪 连最基本的情绪波动都没有产生 怨气虽然依旧浓郁 但是比起上一次的时候 已经减弱了一分 看样子即便是大陆顶尖强者 也经不起岁月的摧残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圣域之上的风采 我会替你们去欣赏的 如果到时候你们的灵魂还没有消散 我会回来告诉你们的 不用谢我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毕竟 没有你们的供奉 我也很难在这个时代 获得跨过这一步的机缘 仿佛是棺材中的尸体依旧保持着灵性 在受到了比蒙大帝的语言刺激之后 棺材颤抖得越发凌厉起来 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关而出 好了 不用这么热情的挽留 如果受神保佑的话 或许要不了多久 我们又会见面 谁让我那最小的儿子 也是一个短命鬼呢 我这个做父亲的都警告过他无数次 要好好修炼争取早日突破更高境界 可那混小子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何该他 字幕川宝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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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百刻 Εático容 を gel寓 我们好关系 lunarcio舟的冉 Proper dangers 第一 ATP